玩具TV 第22季第十集 剛才玩完唐老爺 現在玩另一個西方非常出色的 不用介紹 浪費時間 反而要介紹的是很厲害 先拉回後 你可不可以再移動 我再移動開一點 就是看到這個 Spider-Man 先移動一下 D-Stage 野獸國一些小的雕像出得非常精緻 現在在手上是2021年 Beast Kingdom Exclusive 為何看到黑盒 有甚麼用呢 浪費了 所以 讓大家看看 這隻雕像很漂亮 我最初第一個感覺 除了看到我的手毛 不用關閉我的手毛 可以拉高一點 我最初看到三架 為何說三架呢 Spider-Man Anti-Venom 和Venom 不過 本身其實這個造型是 Maximum Venom 第一期的封面 對 所以你看到整隻雕像的造型 是他媽的美 很漂亮 這次Beast Kingdom 他用Fenom的位置 是用了透明件 對 很漂亮 其實在這個角度看到 本身 我也不知道是否叫Fenom 還是Spider-Man 你會看到他的左手是透明的 是 當然 整件是透明 不過局部位上色 有白、紅、藍、黑 究竟他是Anti-Venom Spider-Man Venom 還是什麼 我真的回答不到 如果大家有追開這個美猛 也不妨看看 Spider-Man Maximum Venom 系列 叮叮叮叮 很漂亮 左邊也有石台 整個雕像級 放到1比6尺 我也有興趣 對 如果他把這個造型 變成Hot Toys版本 你也不要說不正 我唯一擔心 就是膠皮質料 如果他克服到這裏 這個造型去出1比6 真的沒得到 因為他還有很多仔細位 好像這些 白色這些 好像彈了 融合感 因為本身的而且確 Anti-Venom 和Venom 都是這些 寄生物 我都覺得他這麼小 這個大小 大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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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吋 你擺桌頭 一流 當是紫震 對 因為這些位置 全部都是透明 很多仔細 而且相識相當不一樣 事實 對 我想這些相識也算複雜 也算蠻複雜 有多種顏色 又要白色 又要蓋這個 又要蓋黑色 但他都射得蠻漂亮 千萬不要問我在哪裏買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監製 知不知道哪裏可以買 上Beast Kingdom的官網 看看香港有哪裏可以買 超 大家看完開心 覺得美 我看完 on到次有 lock on 但這個是Beast Kingdom 2021 Exclusive 你擺明是耍觀眾 會打鑊金 因為我們是極凍 廠方極凍 多謝 我拿走 真棒 好 今集玩到這裏 多快 待會見 有些人問有沒有Access Ring 待會見 沒錯 有 再見 海良 海良三件 真的蠻漂亮 3元不是太大 來吧 你會非常 może 你的